大家好我是通宵 歡迎來到通知廚房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一個簡易的意識肉醬做法 只需40分鐘就完成了 裡面含有大量隱藏的蔬菜 給不喜歡吃蔬菜的小朋友或大人就最適合了 首先我們處理好蘿蔔 將它去頭去尾去皮切粒 然後洋蔥同樣一樣去皮切粒 如果你喜歡的話還可以加上芹菜粒 將所有切好的蔬菜粒放入攪拌器 然後加入1茶匙橄欖油 讓它滑身一點打的時候會比較順暢 將所有材料打成熟後 就完成了 之後鑊用大火將它燒熱 然後加入1茶匙油 再將2湯匙蒜蓉加入炒香 然後就可以將剛才打好的蔬菜蓉 加入一起攪拌 這個時候就可以加入茄膏 等它在鑊裡煎大約30秒左右 然後再將它和其他材料一起攪拌 然後加入牛肉碎 然後加入牛肉碎和所有材料一起攪拌 牛肉碎不需要醃定 直接放進去炒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就將3個切好粒的蕃茄加起來 和所有材料一起攪拌 和其他材料一起攪拌 當所有材料炒均勻之後 就可以加入調味料 例如這個時候我會加入鹽 糖 黑椒粉 月桂葉 你喜歡吃的香草 例如我會加入Oregon 香草 和Basol 等等的香草 都可以 這個時候不需要太精準去調味 我們等差不多煮好的時候 才會正式調味 如果大家想惹味一點 可以加入杰汁和紅酒 煮也可以 但如果給小朋友吃 或是給懷孕的女士吃 我建議大家不要加 處理好調味料之後 就可以加入雞湯 直至蓋過所有材料 你不用雞湯用水也可以 或者一半一半都可以 但味道會差一點 當醬汁要滾起後 就可以改用中火 不需要蓋蓋 就這樣炆15分鐘 通常15至20分鐘之後 醬汁應該收剩大約三分之一 這個時候可以加入忌廉或鮮奶 令醬汁更滑 攪拌後 煮多5至10分鐘 醬汁這個時候就炆好了 大家記得要試味 然後加點鹽和糖調味 至於醬汁要收多乾身 就視乎個人喜好 就像我現在這樣 炆到沒什麼醬汁 我會把醬汁鋪在煮熟的意粉上面 然後在上面會鋪大量的芝士 再把它放在焗爐裡 焗好些芝士 搞定 那就完成了香濃芝士焗意粉 香濃野味 吃過真是翻沉味的 又或者你可以把醬汁煮淨 還有少許醬汁 再加入之前煮好的意粉 和少許橄欖油 拌勻它上碟 你看 就完成了一個香濃野味的肉醬意粉 配上蒜蓉包一起吃 簡直是無敵 二色肉醬已經完成 材料大家可以去到我Block 鍋裡重溫 這個肉醬我經常都會做 因為它有快又簡單 而且有菜有肉有芝士 足夠營養 這些菜已經融光了 不喜歡吃蔬菜的朋友 吃了都不知道 希望大家有時間都會做來試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